若出現了肌肉功能降低的情況 這可能是肌少症還是力弱症 請下它 扁肌少症 肌少症 請你介紹 好 其實現在肌少症 受到很多人的重視 那其實這個肌少症 代表我們的肌肉量真的已經減少了 但它的前期其實就要特別注意 叫做力弱症 那其實力弱 肌少 失能 它是一個三部曲 所以不只是年長者 像是一般成年人的 都得要特別的重視 像是我們的一般人 可能會有一些在做瓶蓋 轉不開 或是毛巾擬不乾 走路也走不快 就會覺得肌少比較沒有力 那除了可能會進展到肌少症之外 對我們的健康也會產生一些危害 甚至會增加骨折的風險 那此外相較於肌少症的患者 其實力弱症也會有比較高的體脂肪率 也會有比較高的代謝症候群 這些風險以及跌倒的風險 都要特別小心 想要維持肌力 建議要多攝取蛋白質 還是膠原蛋白 接著吧 又是萱萱 又是我 大家的案絕對都在 都很快 就是奇怪 來 我覺得要維持肌力 應該要多攝取 蛋白質 蛋白質 緊緊緊緊 這很棒耶 你很棒耶 很多人的營養攝取是比較不均衡的 就會容易體力不佳 所以呢 就是身體活動力的來源 就在於我們肌肉的力量 蛋白質的攝取是最為重要的 那蛋白質呢是支持我們的身體 去增加肌肉的一個很重要的原料 所以要建議大家一定要多攝取 優質的蛋白 因為它是跨出維持肌力 跟活力的第一步 同時呢根據台灣營養健康變遷 調查的資料有分析到 蛋白質攝取量呢 應該要是每天 要你的這個體重的 每公斤的這個體重 去乘以1.2克 那它才可以幫我們 降低疾病的風險 所以每人每日的蛋白質的攝取量呢 至少要有10到20% 而膠原蛋白呢 是幫助調節關節潤滑 或是緩衝能力的時候 所必須的 官員會關心大家 關節及肌力的健康 提供日常保健食品 一人一合 一筆洗白晶蛋白 好 我們要送給大家 這個呢是白晶蛋白 嚴選世界級乳清大廠生產的 頂級乳清蛋白 它採用了全球獨家萃取製程 它除了有優質的蛋白質之外 還保留了乳鐵蛋白 免疫球蛋白 跟PS腦零食等等 有31種的珍貴營養 還額外添加了 好吸收的海藻鈕 以及原骨醋萃取 可以幫助中熟齡一次 顧好你的肌力 保護力跟思緒力 請教練 谢谢观看